這個中共真的是 越來越過分了 之前美台簽署了 這個海巡的備忘錄之後 中共一次就派出了 二十架的軍機 到台灣來騷擾 現在這個美國大使 跟著這個柏勒總統來訪台灣 結果老公也氣脫脫的 這一次據說派出了 十幾架的軍機 問一下這個學委 還有媒體報導說 這個軍機還有擺出正式 感覺上在包夾台灣 其實他們做這次 軍機的那個演訓有沒有 來這邊來侵擾台灣的 那個防空識別區 主要是做做樣子 我跟你講大家不用擔心 這個飛機如果真的要來的話 我跟你講你趕快趕快 你從穿越海峽中線 直接往這個地方飛 看你敢不敢 從這個近海飛過來之後 我跟你講這個戰爭 就一觸即發 可是他繞到西南防空識別區 的這個外圍這樣過來的話 你有沒有發現他這個舉動 相當的奇怪 對 很詭異 而且你看我說實在話 當然現在就是因為習近平 為了要歷史定位 明年二十大大家講說 他要當皇帝對不對 那當皇帝的話 他現在就用一些冒險 照進的方式 因為中國人很喜歡 怎樣 把自己當作很勇猛有沒有 跟你用力 給自己狀態 力過的時候 你就讓他屈膝 很多人就開始跪下來 不能動 像這次新疆民事件 不就這樣嗎 我跟你力力 中國市場這麼大 要不要來賺人民幣 你如果不聽他的 像這次Nike有沒有 Adidas全部硬起來的時候 換成誰縮回去 中國要縮回去 這個很簡單的道理 對不對 所以你看 他現在就大家都要擔心說 你到底這些舉動是幹什麼 可是你看穿了他背後的 那個問題的話 你就知道 這個又是在做做樣子 在做大內宣 我跟你講 他三月份進入我防空識別區的話 總共有22天 我們三月份31天他就來了22天 我們廣播驅離58次 今年2021年 他來了73天 廣播驅離205次你知道嗎 而且自從台美簽署海峽 那個海巡備忘錄的時候 共軍他是更大規模 一直在來騷擾你 騷擾你也不敢真的打對不對 那我們驅離他的 我覺得他們那個動作很像 撕他屁你知道嗎 為什麼我這樣講 我們給他廣播驅離的時候 他就嗆我說都是我們的 講完之後飛機就跑了 都是你們的多留一下嘛 對不對 我就跟你講說 我們現在的飛彈追尖有沒有 真的不要搞這種有的沒有的 一旦不小心 我也不知道說 哪一天有一個阿兵哥有沒有 真的受不了了 他飛彈如果真的幫你按下去 當然不可能讓阿兵哥來按 如果這樣哪一天起了什麼衝突的話 這代價是要誰來負責對不對 那我再講一句實在話 我為什麼一直強調說 他這個都是在做一些內宣 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現在也不知道要幹什麼 姿態要擺高一點 可是那個態度要放軟對不對 你看我們這張圖 這個很明顯台灣在這邊對不對 那這個是第一島鏈對不對 你有發現 中國大陸現在要突破這個第一島鏈 唯一他可以侵擾的兩個地方 第一個就是在巴士海峽南海這個地方 可是南海說真的 現在我跟你講說 如果英國德國戰艦再來的話 這個海域是擠滿了 對 很燙的 所以他只能從巴士海峽這個地方過來 另外一個就是從這個什麼 這個釣魚台列嶼 這個地方海域這樣過來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他來這邊飛的時候 日本防衛省才也同時公佈 他們有兩架運久的那個什麼 電針機跟偵察機有沒有 他們也在這個釣魚台海域這個地方 飛過來 為什麼他們其實中國大陸現在幹嘛 他飛過來其實想要突破這個封鎖圈 所以不是包夾 因為本來說這邊也有 這邊也有在包夾台灣 其實是在看這個封鎖圈 他想要從這邊突圍 為什麼他也想要突圍 說實際上中共現在 對於美國的這個圍堵姿勢 他根本沒有任何反擊的餘地 要怎麼反擊 他今天反擊不過來 那唯一反擊能力就是說 我的潛艦能不能載著 我的洲際彈道飛彈 跑到太平洋裡面 這樣就可以威脅到你美國本土 那問題是你現在 這個第一島鏈已經被封鎖住 所以他一直來看 一直來看有沒有 你有沒有發現這一次這個飛機有沒有 這台飛機有沒有 這個運巴飛到這邊來 他就是希望能夠看到 這個深海區裡面 有沒有躲著美國的潛艦 然後他們自己躲在這邊 聽說 因為你看三亞基地從那邊過來嘛 你那個北方基地從這邊過來嘛 都是兩方出來之後 他要看看說 這邊只要布一個美國潛艦 這邊布一台美國潛艦的話 在這個深海區的時候 你根本不敢越雷池一步 所以他們就想盡辦法突破這邊 那當然騷擾你之外 他順便看一看到底有沒有問題 在這邊 這個才是重點 所以我再跟你講說 不要以為他來漏多厲害 那沒多厲害啦 那只是來看看有什麼準備在那裡 好那為什麼日本最近他很緊張 動作很多你知道嗎 自從中共海警法公布之後有沒有 他釣魚台列 列嶼他們附近的中國軍艦 他們就覺得說這兩三年來 為什麼中國軍艦一直躲在這邊 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要支援他們的海警船啊 對不對 我告訴你海警船沒有什麼武力 對不對 可是我後面有軍艦啊 對不對我軍艦躲在這邊 就隨時可以支援啊 可是你說實在 他們這個時候又被日本公布 你在這個地方 在進行交接的過程之中 竟然都所有的關閉雷達 你知道嗎 把雷達故意關掉 對 關閉雷達有哪些重點 你知道嗎 關閉雷達其實就是在模擬 暫時的實戰演練 為什麼 其實他這個舉動很夭壽的 你如果在這個地方 軍艦關閉雷達的話 那經過這邊的漁船 商船沒消心就把它撞下去了 因為我根本不知道 這邊有一艘船在這裡啊 那為什麼他們寧願這樣 就是告訴你說 我怕美軍或智慧隊的那個軍隊 發現我的軍艦在這個附近移動 是不想被發現 對 不想被發現 所以他們就覺得說 是不是在進行一個 準備實戰的模擬演練 所以日本為什麼最近對 中共的那個軍艦在這個地方 跑來跑去 感覺很硌以來 你知道嗎 好 那沒關係 最近我就跟你講說 其實現在美日 也進行一個同盟的演訓 這幾天有一個演訓很特別 你知道嗎 日本的神盾艦 竟然跟誰進行演訓 跟地區艦隊的旗艦進行演訓 這叫做藍領號 藍領號就是地區艦隊的指揮艦 他是兩棲作戰指揮艦 你知道嗎 整個地區艦隊在戰時的話 受指揮的就是這個藍領號 這個藍領號 它可以管多少區域多少艦 地區艦隊總共有將近70艘的潛艦跟艦艇 140架作戰軍機 還兩萬多名的海軍陸戰隊 所以跟你講說 這一次跟日本神盾艦進行演練的話 你覺得說這兩台 怎麼在那裡落多少 那不是啦 那是電腦模擬告訴你說 我如果實際戰爭的時候有沒有 我這個藍領號戰艦的話 我的旗艦的話 告訴你怎麼樣的部署 怎麼樣的防禦 這個是一個戰術模擬演練 所以大家知道說 他這個加強同盟的威懾力就在這邊說 我現在拿的是幾磅 你中國鑽子來要稍微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 隨時可以啟動我的戰爭 好啦 那最近日本4月9號建議委 不是要去訪問那個華盛頓嗎 對 他有可能跟拜登就兩國之間 發佈一個高峰會的一個 一個發表聯合公報 對不對 那個公報的人日本的日經新聞 就可能猜測 猜測什麼 有可能會把台灣列入聯合公報裡面 那我們最近就講說 其實有一張照片 這個照片實在是有點故意 這不知道是故意丟出來 還怎麼樣 這張照片可能沒什麼 就是一艘卡車嘛 對不對 軍用卡車嘛 可是這軍用卡車 這上面載的是什麼 是什麼 這叫做無源雷達 無源雷達 什麼叫無源雷達 你知道嗎 這個無源雷達是專門 中共之前不是跟你講說 我們的先二十 已經要大量部署在福建軍區嗎 對中國對台灣進行什麼攻 戰鬥有沒有 對 那你既然部署了我的 你的隱形飛機在這邊 銀戰機在這邊的話 那我只好用一個無源雷達 在這邊 所謂的無源雷達就是說 我這個雷達車啊 以前我們的雷達 在偵訊的話 會發射出很多的雷達波 如果碰到所有的東西 它會反射或雷達波反射 我接收至少是在那個地方 有東西對不對 可是你是隱形戰機啊 你會吸收部分雷達波啊 你會把大部分的雷達波 或是曲折掉啊 所以它不會反射回來 你也不知道 所以叫做隱形戰機 好啦 那我現在就放這個無源雷達 在這個地方 無源雷達幹什麼 放在澎湖 就表示第一線喔 就只要你要越過海峽中線 我馬上就可以知道 你先二十起過來 這個無源雷達是怎樣 它只接收不發射 不像以前的雷達一樣 它是把這個特定區域內的 所有的無線電 那個發發射源 包括你的基地台 或者是無線電台 你發射的那個雷達波出來之後 我把它全部都精準定位 再配合一個精準的地圖 3D地圖有沒有 就告訴你說 我滿滿的在這個區域裡面 佈滿了所有的雷達波 好這個雷達波佈滿之後 這個地圖很清楚的時候 你只要有個快速行進的一個金屬物有沒有 會造成這個地方的一些雷達波的驅動 擾動 我就很清楚的告訴你說 你這個有飛行器過來 所以我說你看 我們現在把這個無源雷達 放在澎湖的這個地區的話 就是要針對你先二十 你說先二十過來的話 我們也可以很清楚的抓到你 所以美國智庫的高級主任醫院就講 對台灣來說 能夠把追蹤隱形飛機的移動式 車載雷達有沒有 部署在澎湖 這個是事關重大 為什麼 因為它台灣會變成 偵訊到中共共機 只要要侵擾台海地區的話 第一個防衛點 因為在中美斷交四十三年以來 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所以它背後 是不是真正的這個 代表一個什麼樣的意義 那另外呢 剛才講到說 現在這個新疆民的事情 看起來是這個難以控制了 那習近平心理會不會慌 然後這個 其實最近也有外國媒體 去分析習近平的心理狀態 在觀察習近平的動作 認為他最近越來越造勁 所以對於台灣的這個 他希望動手的這個時程 可能會往前提 那再加上呢 你看今天 實價的這個戰績都飛來了 而且還直接跟我們嗆聲 這裡是我們的 所以你怎麼看這個 老共現在這樣的一個動作 其實你知道嗎 美國就是說 川普卸任以後 拜登上來 那拜登事實上 那個路線還是照樣 只是說手腕比較柔和 但是事實上態度還是滿強硬的 好 那這個總統事實上 一月才上任 他好像留美的嘛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個留美派的人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親美 所以你說他當然 有美國這樣的靠山 他幹嘛要跟你中共搞 所以你看美國 就從周邊的組織這樣 一直一直圍 圍到中間的時候 他才會動手 其實我為什麼說是周邊 因為他那個還不是主要 如果說是主要動大手術的話 一定是聯合國進去做會員國 或者甚至邦交之類 可是他沒有 他是從周邊慢慢慢慢圍進去 就像你讓你知道窒息 最後沒辦法 那你說習近平會不會慌 他當然會感覺到那個壓迫感 所以你說他會不會有飛機 來繞什麼之類 但是我覺得他 你說會不會真的要提前動手 拿台灣 我覺得他還真的沒有那個本事 因為事實上共產黨今天 雖然說他上任以後一直說 海軍也變成很強 然後經濟力多了不起 然後去美元化 但是他比美國 不管是經濟也好 科技也好 或者這個軍事實力也好 其實還是差一大截 那你說今天我上次有講 你跑到福建去 美國就在當天公佈一個視訊說 我就知道我飛機就在 他就貼著你海邊就要過來 你在福建的一舉一動 你整個行程 我完全掌控 所以他事實上在警告習近平 習近平也不是笨蛋 他鬥爭鬥了那麼多年出頭 所以他當然知道 我不認為他這個時候有本事 或者起心動念 想要把台灣拿下來 但是他有動作會不會要做會 因為他牽扯到他的連任 所以他會有動作 但是你說會不會有實際上的行動 我認為他是個聰明人 他應該不至於 因為他沒有那個本事 如果說你真的這個時候 真的大刀闊斧再來搞的話 搞不好的話 你連老小命都沒有 不要說連任 所以我不認為他有那個膽子 但是你說這種手腕會不會做 共產黨很會搞這一套宣傳 所以他一定會去搞 然後這個小粉紅最多就像當年的紅衛兵 拿著那個小紅車子在那邊繞一場 他喊停就停了 其實事實上 共產黨的本事就是這樣 你看小紅衛兵 從廣東繞到北京 然後所有的大牌都被他抓下來 可是你知道 一叫一聲喊停就停掉了 但是可憐的是這些小紅衛兵 還有這些小粉紅 因為小紅衛兵所以大陸十年 不是有人說他到大陸發現 四五十歲的人通通不是字 根本認不得字 那就是當年那個小紅衛兵 因為他們在搞運動 根本沒有練書 所以那一代完全是文盲 就完全被浪費掉 那小粉紅也一樣 如果你真的繼續落下去 最後這一代就完全被淘汰掉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習近平 會不會讓他的領導下的一個國家 會變成一個文盲白痴國家 我想他應該還沒有那個膽子 也沒有那麼聰明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時候 你說帛琉這個大使 美國大使來就告訴你說 我美國的國務院外交部 就是支持這黨之士 所以美國大使陪著他來 而不是說支持他沒有 不是講話 他真的陪著他來 而且陪著他來 然後到AIT去 然後發表共同聲明之類的 所以換句話就是說 美國國務院布林肯 當然是沉積拜登的那個命令 所以當拜登有這樣的意識 布林肯這樣做 國務院這樣做 所以那個大使就來了 所以我覺得這些都是步驟 一步一步的過來 不會是突然間冒進 或者這個大使真的要跑到台灣來觀光 你以為他真的那麼無聊 所以我覺得事實上 我覺得這一趟就是告訴中國 這個大使陪著那個帛琉總統來 就是我美國要他這樣做 所以大使陪著他過來 你也就不要輕舉妄動 你也不要認為說只是帛琉 跟台灣的旅遊泡泡而已 這個有象徵性的意義 所以我覺得美國這樣做是一步一步 這只是小小的一步而已 其實美中台關係 在這一次帛琉總統 那個會數人來的時候 那個林約翰有沒有 是美國駐帛琉的大使 他來的時候他隨行 這個印象在哪裡 台美斷交43年來 第一次有個在任的一個美國大使 有沒有 竟然來台灣訪問 這象徵什麼意義 就告訴你說現在美國也不想演了 對不對 我現在跟你台灣的官方 建立一個正式的溝通管道 我來了之後 可是我現在剛開始的時候 是藉由什麼 台美跟第三國的關係有沒有 變成一個三角關係 那你接下來之後 如果兩方談得很好對不對 那直接會不會就跟台灣 建立一個正式的外交關係 這就不知道了 再看後續發展 那可是後續發展 那這樣攸關於誰你知道嗎 關鍵在於哪裡 在於中國大陸 你對台灣的一個態度 因為你中國大陸 現在得罪台灣 得罪周邊國家 對 他一直在聲勢有沒有 那他覺得說 趕快跟你美國嗆一下 而且你知道嗎 最不爽的就是這樣 3月26號那天台美 簽一個海巡合作備忘錄 對不對 那你知道這就是 針對中共的海警法 而且他不僅是跟台灣 簽這個海巡合作備忘錄 他跟日本也有一個那個什麼 共同防禦的條例 他就說 日本對這個海警法 真的比台灣反應還激烈 對 因為他們釣魚台海岸的話 在那邊招來招去 對不對 好 那你看 我們那天簽了這個 台美這個合作備忘錄 對不對 那一天 中國大陸又派了 20架的共機 越來越誇張了 一天就20架次來這邊搞 搞這種事情的話 搞到美國那個國務院有沒有 他們就發表聲明 那個國務院的東亞事務局 就發文說 美國對台灣的承諾叫做 堅落磐石 對不對 我就告訴你說 再一次重申堅落磐石 的意思就是說 你給兩支 再來沒關係 接下來看你要怎麼辦 但可是我說實在話 可是這個時候 就有一個人就跳出來講 趙紹康 他要選總統對不對 他就講說台灣也可以跟中國 海巡合作 請貴拿磐石 沒有 我覺得趙紹康講這句話很厲害 你知道嗎 講得還滿有實際的 那我就覺得說 蔡英文總統應該派趙紹康 當任兩岸和平大使 為什麼 你去那兩岸和平大使 你先去跟中共講 對不對 問題在老共 第一件事情你要達成什麼 你知道 中共軍機不在老台 對不對 如果中共軍機不再來的話 我就相信你 第二個就是說 你要中共啊 放棄武力犯台 對不對 叫了好多年 每天都緊張的 他們哭的對不對 那你就叫中共 放棄武力犯台 飛彈先撤掉 對 第三個就是你要 停止一切的國際打壓 對不對 第四個請趙紹康先生 順便打一劑中國疫苗 試看看效果好不好 我就跟你講說 你講這個時候 為什麼要跟中國 為什麼要跟中國 扯在一起 我就覺得很奇怪 其實我剛才講這些話 不是沒有道理的 以前我們可以尋什麼 東西德的合作模式 1972年 東西德兩方 簽訂了一個 兩德的基礎條約 你知道那兩德基礎條約的 它是怎樣 互相承認對方的主權 而且1973年兩德還同時 東西德還同時加入聯合國 而且互設辦事 常駐辦事處 那為什麼兩岸之間 台灣跟中國 不能夠這樣彼此對待 對不對 你互相承認主權嘛 那你要談合作 談統一 未來才有希望啊 哪有人要跟你談 合作統一 整天都影響 對不對 那飛彈指著你飛機 一天二十幾架次 你到底來這邊用意何在 我都搞不大清楚了 那不過說實在話 這個飛機常常來的話 大家也要注意一件事情 我們最近有一個軍事迷 叫做許耿銳 他就發現說 他在這個月 已經兩次偵測到 在屏東高雄有沒有 他的收訊雷達 只有收訊到雜訊 沒有看到任何的東西 而且你知道我們 氣象局長證明點他也講 他那天PO出一張 這個氣象微波圖有沒有 他告訴你說這個地方有沒有 一塊這個綠綠 這不是雲與帶喔 這不是說這個地方在路 他告訴你說我們今天氣象回波 就是告訴你說 我從衛星打了那個 雷達訊號下去之後 這邊如果有雲層 有什麼東西 我就看那個穿透力 就告訴你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雲層多厚 降雨機率多大 可是你在那邊打下去之後 竟然沒有回波啊 就表示說這個地方的話 雷達訊號到這邊的時候 就被人家用電磁波 或者是其他更強力的那個磁場 有沒有把它彎折 所以沒有辦法回射嘛 所以他要講說 這個地方有可能 為什麼會造成這種現象 是不是中國的電增機 電戰機有沒有 來這邊執行一個電子作戰 那其實我們之前也一直就注意到 中國大陸其實現在有基礎的 那個電戰能力 所以以後兩岸開打 我們以前一直認為說 他們可能會導彈一直射有沒有 那問題是我們的防空系統 已經是全世界最密之一 所以你這個導彈打過來 不一定有用 所以有沒有可能 他一開始的話 先用電子作戰 干擾你的作戰整個系統 對不對 那我們大家就緊張了 那其實這個不用擔心 因為最近 他們有這種電子作戰 我們也有反制作戰 我之前就講過說 我們所有的雷達戰什麼東西 上面都鋪了很多的東西 對 就那種全部可以干擾你的雷達 影響的那個波長 所以不用擔心這個 倒是要比較注意的一點是什麼 最近在日本發現 有至少試駕 美國的F-22猛禽戰鬥機 你知道嗎 猛禽戰鬥機 現在是全世界造價最高 功率最強的一個飛機 你知道嗎 而且美國從來不把F-22 派駐到國外的你知道嗎 這是一口氣來的試駕 在日本 真的很恐怖 而且我跟你講說 他們現在可能要進行一個 第五代戰機的一個 隱藏戰機的一個聯合作戰 為什麼 因為日本有F-35 我現在在一個F-22來的話 我是不是有中高低空 可以進行一個聯合作戰系統 而且我跟你講F-22 為什麼你要值得害怕 你知道嗎 我們先講一下 F-22的戰機好了 它2012年 有一台MQ-1的那個 無人偵察機有沒有 到伊朗的那個領空 空域去執行偵察任務 那伊朗當然馬上 看來無人機來 我趕快派一個F-4 幽靈式戰鬥機上去要去開火 對不對 可是你知道嗎 正當它飛機鎖定那個 無人機要開火的時候 突然間一台F-22 飛起來 就在它的正前方 太厲害了 那個飛機神出鬼沒 對不對 你F-4幽靈式戰鬥機 你鎖定無人機鎖定半天 正要開火的時候 那個飛機就馬上 F-22就在你眼前出現 突然冒出來 對 而且冒出來 它還告訴你說 你應該乖乖回家 用無線電 就跟那個飛行員講 夾著尾巴趕快跑 為什麼這台飛機 到底躲在哪裡 我怎麼飛半天都不知道 可怕耶 嚇到 後來美國五角大廈就公布說 其實這個F-22 看到你F-4幽靈戰鬥機來的時候 它就緊貼在你的下方 而且它自行了一個觀察 就是說你F-4 到底帶了哪些武器設備 對 而且你看看到你正要開火的時候 它馬上飛起來 告訴你說你應該乖乖回家 你看這種風力實在很恐怖吧 對 而且你知道F-22 它當初在開始投入戰場 是正式服役的過程之下 它有做過一個空演 空軍演習的作戰演習 它針對美國最先進 當時第四代戰機的F-15 F-16跟F-18 進行一個空中模擬作戰 你知道F-22對這些 第四代最優良的戰機 它的戰機是多少嗎 多少 0比144 0比144 就是F-22一架都沒有損失 我可以把F-15 F-16 F-18 擊落144架 太厲害了 對 所以你看這種隱藏式戰機 而且你知道嗎 其實最厲害的是在敘利亞 當初的它空襲 伊斯蘭國恐怖主義的組織的時候 你知道嗎 它單機出任務204趟 在60個地點頭下270枚炸彈 炸彈 炸完之後乖乖回家沒事 大家都不知道 到底是飛彈從哪裡掉下來 你看 所以就跟你講 F-22現在已經部署在日本的話 表示它越來越接近中國 你中國應該要擔心的 應該是這個才對 好啦 那我們就講說 習近平有沒有 他這次出訪福建 之前還裝悠險 裝悠哉 所以去泛州 對啊 可是你知道嗎 他後來他3月24號 他竟然去巡視一個什麼 福州武警第二機動總隊 這個消息是24號去巡視對不對 他竟然在26號才公布 而且26號公布之前有沒有 他25號先公布了什麼 你知道嗎 他先公布了一個三龍政策 他對福建省委跟所有的各級官員講話 他告訴你說要重新尋求對台灣的一個心路 而且他告訴你說什麼叫做通會行有沒有 以通促隆 以會促隆 以情促隆 大家說你到底玩哪出啊 你去巡視武警部隊 又講說要用三龍政策 對台灣要開始下去勇於探索 你看發展心路 你一面軟一面又硬 你到底在幹什麼 其實不是啦 這哪要軟硬監視 我覺得他就一直都很軟 為什麼他去視察武警部隊 照理來講你今天要對台灣強硬的話 你應該是去什麼 視察73集團軍啊 視察解放軍才對嘛 73集團軍是福州戰區軍區 對於台灣工作的作戰的那個部隊嘛 那你今天去視察武警 你知道武警 依照他們的武警法裡面規定的話 他們是維護國家政治安全 還有所謂的社會穩定 海上維權 還有反恐任務呢 那表示說 你今天視察這個武警部隊的話 你說你要打台灣 其實他擔心的話 其實我說實在 他派了20架飛機來巡 他是告訴你說 現在中共對台灣是打也不是 不打也不是 他視察武警說要積極備戰 就告訴你說 我如果哪一天蠢動要幹嘛的時候 拜託你們 你們要先把國內搞清楚啊 所以他是怕福建這邊有造反力量啊 所以就跟你講說 是不是他又嗅到了國內有什麼問題 他們國內有什麼問題的話 才要去視察武警部隊 這我們就等著 習近平接下來他還會幹些什麼事情 美日韓呢這個馬上就要進行這個 三方的這個會談了 當然聚焦的都是這個安全的問題 尤其強調印太戰略 甚至呢 其實好幾篇報導裡面都有提到台灣 也因此呢 對於習近平的中國夢來講 台灣這一塊拼圖 還沒有拼上去的同時 現在呢又被這個 美國在各方面面卡脖子的時候 所以我們看到這幾天 這個共機的動作越來越多 來的數量越來越大 甚至還有一個這個說法 有媒體講說共機在幹嘛 在演練一個繞台包圍網 你怎麼看 以習近平的角度來看 真的有可能對台灣提前動手嗎 我想我們從兩個角度來看 其實各位知道 今天我們看到 美國的政府所用的政策 恰好今天20周年 20年前小布希上台不到三個月 事實上他們就準備對中共動手 1991年全世界最大的共產國家 從地球上消失 蘇聯之後 蘇聯消失之後 美國就準備對 在2001年這個所謂的共和黨裡面 當時被稱為鷹派的 他的副總統Dick Jenny 和當時的小布希 20年前的今天大家應該記得 美國的EP3偵察機 幾乎就進入了中國的南海海域 各位還記得吧 結果後來 中國兩屆千八型的戰鬥機 攔截的過程當中 一架堆毀 後來這架EP3 就降落 迫降在海南島 20年前 你看看美國當時參議院的軍事委員會 就已經把中共列為 20年前了 2001年 列為中國最潛在對手 可是誰當時幫了中國大陸 賓拉頓 賓拉頓 賓拉頓在911的時候 幾架飛機撞向雙子欽 撞向五角大廈之後 美國整個戰略 跑去打反恐 這反恐 八年戰爭打完之後 美國經濟幾乎崩潰 那就是2008年的金融海嘯 所以現在為什麼美國要重新 他早就要這麼做 為什麼要把新疆放在一個最重要的戰略地位 美國過去事實上在20多年前 就已經對新疆準備作為 讓中共從內部發生一個最嚴重衝突的地方 可是後來因為911事件之後 全世界回教徒針對的是誰 針對的是美國 美國現在告訴大家 回教徒你們要記得 我不是你們的仇人 真正你們的仇人是中國大陸 所以美國今天對抗中國大陸 不是今天 美國我再一次強調 他不可能在國際地位 是所有人類歷史上 任何一個超級強國 都不可能一個人在他旁邊睡覺的 握塔之旁是不可能讓他人酣睡的 只不過2001年當時美國 你看他當時的參議院所做的決議報告 和當時小布希所採取一些行動 對中國大陸準備 其實那個時候 要殲滅中國大陸機會 比現在大得多 就像我所說的一個911事件 把整個美國戰略又不急打亂 1996 2016年 你看看 即使這麼清 中共的所謂歐巴馬政府 各位可以看看 在2016年的時候 今天所謂的印太戰力 歐巴馬的末期就已經做了 因為他已經發現 美國已經受到中國大陸 強烈的威脅 各位要瞭解 我們來看五眼聯盟 美加 英國 澳洲 紐西蘭 這誰講的 七十年前就講了 你去翻一篇 最有名的外交演講稿 1945年大戰結束 1946年美國 當時英國剛剛下台的英國首相 叫邱吉爾 他在美國 米索里州的 Felton 發表一篇非常有名的演說 這篇演說創造兩個字眼 今天就我們看到了 一個是冷戰 Cold War has begun 另外一個什麼 Iron Curtain 鐵幕 1945年大戰結束 1946年美國 當時英國剛剛下台的英國首相 叫邱吉爾 他在美國 米索里州的 Felton 發表一篇非常有名的演說 這篇演說創造兩個字眼 今天就我們看到了 一個是冷戰 Cold War has begun 另外一個什麼 Iron Curtain 鐵幕 其中裡面他特別強調了 各位 1946年 七十多年前 當時邱吉爾講說 我們必須組成一個講英文為主的聯盟國家 五眼聯盟 美國 加拿大 英國 澳洲 紐西蘭 全部是講英文的 所以在1946年 當時邱吉爾 針對的是誰 就是針對當時的蘇聯 現在蘇聯不見了 所以今天 不管是川普 或是現在的 拜登 拜登 他們就是把在1946年 當時邱吉爾講的所謂的 我們必須把這個共產主義圍堵 第一個做的就是英語 是國家五眼聯盟 全部講英文的 其次再把 曾經跟華沙對抗的北 北約國家拉進來 所以我覺得 習近平犯的最大的錯誤就是大頭病 小平剛才講的沒有錯 習近平到底讀書不多 沒有看過外面的世界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不知道這個世界情勢 是變化到 你沒有辦法再用那種所謂人民幣 去壓制每個廠商跟你下跪 去壓制每一個國家跟你道歉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當川普首先把美國變成一家公司 再結合了歐洲這些所謂的 傳統的民主的盟邦的時候 還有基本的 基本咖五眼聯盟的話 習近平最擔心的是 也是我們今天必須要注意的 就是當他的政權面臨到危機的時候 即使連民主這樣的國家 川普在輸掉選舉之後 你可以看他在今年的一月六號 他最支持他的所謂的 Q Anonymous和3% Security Force 衝進了美國的國會山莊 為什麼 看能不能夠保衛我的權利 如果民主國家川普 做這種事情的話 習近平在面臨到 他本身內部的分歧 而且在面臨全世界經濟制裁的時候 他不是說想打你哪一個國家 而是為了自保 他只有發動對外戰爭的時候 對外戰爭發生在哪裡呢 印度 越南 韓國 日本還是台灣 這點是我們未來可能要思考的一個方向 這一次拜登要組抗中聯盟網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不管是在任何的一場會議裡面 所有的焦點裡面一定都少不了台灣 所以現在說台灣是世界中心 其實一點都不為過 學位 其實台灣當然是世界中心 我們一直在強調說所謂的第一島鏈的中心點 就是台灣 而且台灣北邊控的東海對不對 就是宮古海峽 南邊控的巴茲海峽 這個地方 這兩個地方 就是中國要突破第一島鏈 最有可能的地方 那台灣當然在這個地方 二手這兩個點的話 當然是最重要 好 那我就覺得說 除了說在第一島鏈這個地方 其實至中包圍網要持續擴大 你知道嗎 最明顯的就是法國海軍的 那個聖女爭德號戰鬥群有沒有 他現在已經要加入在我們的那個 那個印度洋對不對 因為他加入什麼 四月初要加入 每日印號四國的聯合軍員 又多了一個成員了 對 那這個聯合軍員的重點在哪裡 你知道嗎 他在這個地方的話 在二字 在孟加拉灣這個地方 就是二字你說 之前我們不是講 一直講說他支援緬甸 有所謂的腳漂港有沒有 他是要繞過馬六甲海峽 把那個能源 天然氣 石油有沒有 從這個地方輸入到中國之後 可是這個地方 如果被卡住之後 你是不是接下來 就很難有一個突破點 所以維中的趨勢 是已經大概完成了 另外一個點 我昨天也講過說 從第一島鏈到第二島鏈的話 昨天日本不是跟印尼 二加二的那個首長會議嗎 對 那印尼如果加入整個圍堵網的話 你會發現 中國大陸的圍堵 是更加的密實 那現在我昨天也講過說 除了印尼之外 還有一個國家叫澳洲 有沒有 他是五眼聯盟之一 也是每日印號安全對話 四方安全對話裡面的成員國之一 對不對 那你看澳洲現在已經開始要自製飛彈 那大家覺得說澳洲自製飛彈 有什麼了不起 對 我跟你講澳洲數十年來 從來沒有自己自製飛彈過 蛤 對啊 幾十年來沒有自己做過飛彈 他們的武器全部都是向外國採購 那這次要投入十億美元 就兩百一十七億台幣 那加入就是他們覺得說 現在如果加入一個圍堵中國的防護網 我只靠買而已賣富 對不對 現在很多國家都在買 台灣也要買 日本也要買 韓國搞不好接下來也要買 那我這樣乾脆我自己做 因為澳洲是有能力自己做的 而且除了這個飛彈之外 他接下來還要造戰艦 所以我在跟你講 那其實澳洲為什麼 我說他可以自己做 你知道他們本來有一個干擾 那個導彈的一個火箭 又有火箭叫做奴兒卡 他們本來就有這種火箭 就是說你只要導彈過來的時候 我可以射這個火箭上去 把這個導彈全部干擾 讓你能夠找不到目標這樣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他們現在乾脆 除了說我防護防衛能力之外 我現在有主動攻擊 這個就是那個飛彈有沒有 超音速八倍 他已經要進入超導的那個 超級超音速飛彈的那個行列 所以就跟你講說 等到澳洲接下來 這些武器全部就位之後 那你會發現說這個 所有的那個什麼 吳遠聯盟跟四方對話 國家的話 那個空洞是不是就補起來了 對不對 好了那當然現在 美日南韓 也差不多三方會談 那日本首相監議委 四月九號 也要去日本跟拜登 進行高峰會談 對不對 那有可能把台灣列入峰會的聯合公報 這個我們一直在強調說 因為台灣對日本實在太重要了 好那最近中國實在 很故意你知道嗎 中國三月份共機老台有二十四天 我們那個廣播驅離總共有六十三次 那大家覺得說你一直來一直來 而且大家覺得說你共軍眼內 現在已經變成一個 繞台包圍網 除了說我們的西南防空識別區 他現在也繞到南方 甚至在我們的北方東部海岸有沒有 他會不會形成一個習慣 因為人家從一句話 從胡錫進講的一句話 我剛剛也講過 就是說已經處理完 新疆和香港的問題 接下來就剩下台灣了 所以他就開始來台灣這邊 開始練習 一直圍繞 一直圍繞包圍的話 那為什麼包圍之後 他會不會形成一個慣性 結果動不動三不五十來 就來台灣你洗洗對不對 那你看我就知道說 這個可能讓台灣的空軍會 疲於奔命 那可是你看而且最近你看 他們有一個拉薩艦 就是055的那個飛彈驅逐艦 他們進行下水你知道嗎 那他們第二艘的那個 萬噸級的那個飛彈驅逐艦 為什麼要取名叫拉薩艦 其實他們當初在這個海軍 包括052跟055的那個 重型驅逐艦有沒有 他們當初就已經想好說 我們這個的命名 是有一個規則的 他們第一艘叫什麼 南昌艦 第二艘叫什麼 尊義艦 那第三艘叫什麼 延安艦 第四艘叫拉薩艦 為什麼 這是跟中共的一個發展史有關 第一艘叫做那個南昌艦 因為中共什麼靠什麼時候起家的 就是南昌起義 中共就是勢力 從那個時候起來 第二艘尊義艦 是因為毛澤東在尊義會議裡面 他確定他的領導地位 第三艘叫延安艦 為什麼 因為延安是中國勝利的起點 對不對 他們那時候躲在延安老巢 對不對 而且第四艘叫拉薩艦 為什麼 因為中國建政之後 最後一個功課的都市 就叫做拉薩 那之前有人講說 會不會有叫做台北艦 那不可能 因為他說知道 他們的那個軍民互動之間 尤其這個艦艇的這個這個命名 有沒有 他們需要說這個艦艇 要跟這些都市的一些官員 進行一些會 會談或者一些互動 對 而且他如果取名叫台北艦的話 那你以後你看 你台北永遠拿不下來 你叫做台北艦 外面那在呼叫 在講什麼的時候 你會覺得海軍會不會崩潰 大家講到台北艦 就馬上就沉不著 所以就跟你講說 他不大有可能取冤在台北艦 而且說實在 台灣的海巡署 又有一艘艦艇 叫做台北艦 所以那個 我跟你講 名稱重複的話 他們不可能會學我們 這一個中國跟美國 台灣算是很重要 今天美國駐澳洲的大使 跟澳洲政府在談 這個區域安全 他特別跟記者講說 對 我們兩個談的區域安全 包括台灣 你寫下去 台灣現在站在 國際媒體的西位 因為我們太重要 我們重要 我們國防靠自己 我們供應鏈的實力 我們靠自己 贏得人家尊重 我們的戰略地位重要 失去台灣 關島北馬里亞那 第二島鏈也就沒有什麼用了 那在這重要當中 從3月18日在安克拉治 這個2加2 美中大幹狗 他們兩個在那邊吵架 我沒有看過 國際會議這種開法的 吵完架之後 哇 開始老兄弟 美國是在3月18日之前 就日本的2加2 韓國的2加2 然後後來 他的國防部長 跑到印度 國防部長跑到阿富汗去閱兵 然後呢 在安克拉治完了 這個布林肯去歐盟 哇 王毅更辛苦 王毅在那天完了之後呢 我看到他的行程 他先飛回到中國 到哪裡呢 到廣西桂林 去見一個人 叫做俄羅斯的外交部長 拉夫羅夫 見完喔 碗筷一放 就跑到 跑去跟中東的六國 開六國會議 完了之後呢 又跑回中國 跟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 菲律賓的外長 開五國外長會議 然後外長會議開完之後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韓國 不想跟他們在一起 韓國外交部長在廈門等他 王毅跑到廈門開會 老了一班人耶 好像在老人耶 廈門 新加坡 馬來西亞印尼 菲律賓中東六國 跑去中東去了 你看看陣容演員也不錯耶 那美國這邊呢 大概是美日澳印加台越南等等 可是我們看到老人 兩邊老兄弟要學打 這個 這一個內行的 溫學偉哥或者義夫 都在學打的 你看兩邊老人 要看值跟量 值就是利益有沒有相同 量就是戰力夠不夠強 我先講利益有沒有相同 我隨便舉個例子 印尼 印尼有沒有參加外交會有 可是印尼 左科威多多 最近才跑到印尼的那個島 那個島叫做納土納島 在那邊閱兵說 我們絕對不讓中國踏進來 然後呢 雙方在納土納島 產生了經濟海域衝突 菲律賓的外長 現在在講什麼 你弄了兩百艘余政團 民兵船 一直入侵往菲律賓靠近 菲律賓都快急到要開火了 要去買飛彈了 那另外呢 新加坡等等 那就不說了 所以在利益與共上 中國老的人包含俄羅斯 跟他有一帶一路的衝突 你跑到俄羅斯的後門 去弄一帶一路 那所以雙方是不是心念相通 團結一致 美國這邊拜登跟川普有個差異 拜登好像打群架 比川普厲害一點點 那另外呢實力上來講 那美國的大概都是這個區域的強權 所以雙方老的人 大概除非是比舉手投票 或者比經濟比戰力 王毅可能找的都是臨時演員比較多 本來一月份的時候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要來嘛 當時就傳出一個消息說 解放軍那時候不是犯話嗎 我不惜開火 如果他敢來的話 而且還說 我的那個解放軍的軍機 我要飛越你台灣上空 這一次為什麼敢啊 我覺得是這樣子啦 第一個就是說 這個我覺得都在預期之內 就拜登政府他的設計 其實你會看到 我還是要講他 這個勞工老實在做事情很綿密 因為你要知道 帛琉這次來再往前是什麼 上個禮拜是台美的 這個海巡MOU的簽署 那海巡MOU的簽署 其實是要強化美國在第一島鏈 到第二島鏈之間的整個的 第二海軍的部署 那剛才講這第一島鏈跟第二島鏈之間 又牽扯到 又牽扯到帛琉的戰略地位 那帛琉到底在什麼位置 大家都想去 對不對 可是其實要講帛琉的位置 大家都好像印象模糊很漂亮 可是帛琉真正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 它其實是在菲律賓的東邊 然後這個下面那個最下面這邊 是澳洲 澳洲的北邊的這個角度 它事實上如果從第一島鏈 紅色這個是第一島鏈 台灣是第一島鏈中間來看 你看那個虛線的第二島鏈來看的話 其實它在關島以南的地方 也就是說 其實帛琉的戰略位置是 嚴格來講是第二島鏈 要突破菲律賓進入南太 進入澳洲的門戶 那這個重要性就代表著說 事實上你看 凱英偉剛剛簽完海巡的WOU 這個帛琉的總統 來台灣的時候 就帶著這個美國駐帛琉的大使來 那與此同時也才宣佈說 這個美國的第二陸軍 就是海軍陸戰隊 要考慮在西太平洋 重新轉換他們的戰略 在西太平洋部署 就是包括 當然包括就是關島帛琉 部署相關的這種 所謂反艦的飛彈 針對誰 針對中國 所以你會看到說 其實拜登在亞太軍事的 部署上面 他有他的節奏跟這種方法 而這個節奏跟方法 你會看到說 像帛琉這樣大使來的時候 其實是進一步 把這個過程去把它落實 它不是單純一個形式性的意義 它其實還有實質上的合作的象徵 這是一個區塊 第二個我還是要強調說 事實上 我們還有非邦交國的狀況 其實我們也在突破當中 大家一定還記得就是說 謝長廷是在應該在3月 還是2月的時候 他進到這個 美國駐日本大使的官邸 去進行正式的拜會 那再往前1月份的時候 我們駐荷蘭的代表 也進到了這個 美國駐荷蘭的大使的官邸 去做拜會 這樣子的形式 會越來越多 藉由第三國完成一個台灣 跟其他國家 綿密的實質的外交 你說北京怎麼辦 北京只能生氣啊 還能怎麼辦 他剛才就講說 台南簽的MOU 他派了20架 今天柏柳總統來 然後再加上這個 美國的駐柏柳大使 他要不要派21架 真的 他好像也無計可施 他除了不斷派軍機滯饒之外 他也拿不出其他更直接的辦法 因為他只能眼睜著 看著到台美的實質關係 台灣跟全世界的關係 在不斷的進展 台灣在做的不只是這一些 那事實上 包括了日本跟台灣的關係 也不斷的在強化過 譬如說在這一段時間 又傳出來說 上次傳出來說 日美要因為台海的問題上面 美軍如果遲緣台灣 日本會提供相關的援助 這兩天就傳出來什麼 傳出來說日本要在日本的 宇娜國島 宇娜國島 這邊增強它的防衛 它現在有160個人 大概預測增加15% 大概再把250人左右 宇娜國島的增加 先看宇娜國島 大家都略有耳聞 可是它到底在哪裡 其實它距離台灣只有110公里 這麼近啊 對 它距離那個沖縄 就距離石原島 還有還將近120 117 所以距離它反而更近 大家可能不知道 是大家都以為說 距離台灣最近的國家 就是中國嘛 事實上你不知道 如果以島嶼來算的話 距離台灣本島最近的 竟然是宇娜國島 在這裡偶爾還會收到 台灣的那個訊號 然後如果天氣萬里無雲的時候 你還看得到台灣的這個 中央山脈 因為它到南方澳這邊嘛 所以很近 那為什麼突然間 有宇娜國島徵兵的問題 也是同樣的故事 就是日本已經警覺到了 北京對台動武的這種 不穩定性跟不確定性 但是對方的問題 越來越高 而如果這個北京對台動武 它勢必要想辦法阻斷 美軍跟日本往南 協調台灣的一個路徑 那你要阻斷第一件事情 就先把想辦法解決 解決這個沖繩的問題 那要解決沖繩的問題 第一段就解決宇娜國島 可以有點形容 可以形容 宇娜國島如果你要形容 大概就是日本 面對中國的金門 差不多這種為了 前線中的前線 那也因為顧忌到說 可能中國在面對台灣 動武的野心跟威脅 那可能會波及到日本 所以日本開始在 在這個雲娜國島這邊增兵 那美國也支持這樣的態度 所以你會看到說 事實上美國不只是在 剛剛講在南太這邊 強化帛琉台灣 甚至之後我們估計 像馬少爾或者是諾魯 這些我們的友邦 都會有類似的 強化的一個過程 那在北邊這一邊 你也可以看到 在第一島鏈 在岸信夫跟Austin講完之後 日本也開始進行實質的動作 來強化第一島鏈 那你看在第一島鏈 到第二島鏈中間 這個最重要的台灣 這個缺 過去我們講缺口的部分 事實上正在藉由台灣 日本 美國等各個國家的努力 把他填補起來 這個填補都是為了 要防堵中國 他的這個侵略跟威脅